报道报道我来报告 大家好我是报告人侯汉廷 6月18日是国际父亲节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赶在这个时间点访华 这几天最担心受怕的 就是美国的反中朋友圈 讲大白话 欧盟立刻取消对大陆五家企业的制裁 菲律宾立刻高调感谢大陆捐赠他东西 那稍微尴尬一点的 比如韩国、日本 前阵子和大陆关系闹得很僵 那布林肯还要先安抚韩国 哎呀中韩关系要和缓啊 美国另外还派了沙利文去日本 哎呀这个跟随美国 别动摇 那至于台湾 就派个洛杉伯和孙小雅传达旨意 现在我们跟大陆要降温啦 民进党你们可别升温 这个什么国民党民众党 台湾三党你们能多对话就多对话 民进党一脸懵圈 说好的抗中呢 民进党要靠抗中骗选票 结果今年美国不准他抗中 这算彻底绑住赖清德啦 而且在看到美国近期的言论 依照民进党自己的标准 不能说呢 美国对大陆跪舔 但也叫做卖美啦 拜登亲自缓霞气球事件 国务院的网站背景上 放上了北京王府警的照片 依照民进党的标准 美国国务院被中共渗透啦 难道不是舔共吗 那美国是中共同路人啦 布林顿下飞机 开心挥手 杀眼 结果只来五个人 没有红地毯 依照不久之前民进党的标准 应该要继续批评布林肯 没有尊严 他拖面自干 其实呢 大陆只是常规接待 以前特朗普时期 国务卿来也没有红地毯 希拉蕊当时是因为中美关系好 给予高规格的接待 有红地毯 那毕竟我们要知道 这一次是布林肯 死皮赖脸 求着要来 对吧 拜登要选举 他要解决国内问题 他一个月前就高调宣扬 我能处理中美关系啊 很多呢 上一集我们就说过了 现在是美国有求于大陆 而最后布林肯 依序顺利囚见到了 秦刚 王毅还有习近平总书记 其实呢 最让台湾民进党担心 揣着等 想想看 如果前两场都谈崩了 肯定没有最后一场 因此表示 前两场的表现 还有布林肯 及时向美方的反馈 让大陆暂时可以接受 谈什么呢 除了确保双方高层 未来稳定交流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台湾问题 秦刚说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最重大的问题 也是最突出的风险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真正落到实处 大家听到关键字句了吗 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落到实处 美国啊 你是不支持台独的 可不是什么不乐见 或者模糊讲出什么三公报 而且要落到实处 不能光嘴上讲 也要做 而王毅会面的时候也强调 台湾问题上 中国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 并要美国呢 明确表达反对台独 好 我们想一下 如果布林肯在谈的时候 在那边讲 可是我们支持台湾独立自主啊 我们听台湾啊 挺台湾啊 那你觉得 还会有后面 跟习近平总书记 会面的可能吗 所以 当习近平与布林肯碰面的时候 绿营当然紧张 不知道在台湾问题上 究竟谈了什么 庞大的不确定造成了不安 这个惶恐 焦虑 想想就可笑啊 民进党整天反对大陆 像在台北市双城论坛 极力反对 蒋万安呢 也要去跟大陆官员碰面 民进党的主子 美国都求着要去建大陆了 然后呢 你身为小老弟 在这边反对大陆 这完全是与现实脱节 所以重点呢 我们在台湾呢 要不断地告诉更多的朋友 现在的中美局势 长什么样 现在呢 已经不是以前啊 美国呢 在全球独抢的时代 但是呢 布林肯到大陆 面对台湾议题 也是两面手法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官网 对于会面的内容呢 完全不提台湾议题 可是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明白说出 会谈时有提到台湾啊 只是结论到底是什么 那你美方什么态度呢 没说 最后双方都确认 要回到去年的巴黎岛共识 但共识中啊 拜登很清楚强调 不寻求透过强化盟友关系 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两个中国 不支持一中一台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美方无意寻求与中国脱钩 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 无意围堵中国 讲了这么多 这也无意 那也无意 那大陆呢 也算是给个面子 对吧 毕竟啊 对大陆来说 中美关系好 对大陆当然是有利益的 中方完全没有任何的动机 要蓄意破坏中美关系 所以告诉美国啊 是吧 世界是很宽大地 你呢 用你狭小的心胸 好好的放大成为大大的心胸 想一想 我们完全可以互相的合作 不需要搞得鱼死网破 不需要呢 在这个搞新冷战 所以希望美方能够听得下去 这番建言啦 所以对于美国未来啊 还是要听其言 观其行 看他怎么做 否则都只是嘴上说一说 那我相信呢 中国大陆一切也都是看在眼里 而且未来必定也会有更强硬的手段 半个月以来 在台湾火爆的话题 除了性骚扰事件外 就是新北市幼儿园的疑似未要案 让全台家长人心惶惶 醉醉不安 而这也成为近期压垮侯永宜民调的关键事件 新北市政府处理有没有问题 就行政上来说没有问题 但是危机和公关处理大有问题 而民进党在此刻 政治操作 政治攻击 最后导致是全台的家长 幼教员 还有医护的多数状况 案情大约如下 民进党指控 新北有幼儿园的老师 狠心给学童喂安眠药 叫巴比托 是三级药品 及三级管制毒品 而且家长四月份就向新北市政府陈勤 但新北市侯友宜无动于衷 直到5月15号才处理 你听到这就觉得新北市很糟糕啊 然后由家长自己带小孩去检验 验出了一个含有巴比托成分64 民进党议员就拿着检验单说 验出高达64 会不会是系统给小朋友喂毒啊 侯友宜拖拖拉拉 而且开记者会都不自己开啦 毫无诚意啦 总之有一整周的时间 侯友宜都被炮轰 好好做市政和照顾小朋友 形象破灭 民调大减 可是呢 我上面 刚刚讲的东西 其实暗藏诸多谎言 新北市政府 查骗所有投诉管道 根本没有所谓四月来的陈情 被打脸的民进党很尴尬 最后自己否认 这个我好像也没有这么说过 是四月吧 事实的真相 是五月十四号家长报案 五月十五号 五月十八号 教育局 社会局就已经展开调查 而且移送检调 检调入园搜索 后续又有许多的作压等等 而在这里 我就要指出 国民党和侯友宜的两大不足 一些澄清的基本资讯 侯友宜的脸书YT 找不到 一些图卡呢 可能开记者会的时候 发给记者 但谁会去看 落落常的文字新闻呢 因此舆论上 很大程度被民进党压着打 第二呢 侯友宜本人攻击力道不够 选举期间呢 如果抓到对手造谣 根本是对手送头啊 结果竟然砍不下来 因为连赖清德都加入造谣行列了 说四月就出事 如果我是侯友宜啊 立刻说 请赖清德拿出四月份 有人报案的证据 如果有的话 我退选 没有的话 你退选 那肯定舆论就吵起来啊 大家看到侯友宜有战力啊 可惜侯友宜竟然真心认为 已经给检调单位调查了 行政单位就配合了 不要公开啊 完全没有意识到 现在是选举攻防的重要关头 新北市政府作为行政机关 有些权利没有啊 那是检调的权利啊 教育局和社会局能够把人请回来做笔录征讯吗 不行啊 因此有个重大疑惑 为什么检调办案如此之慢 是不是刻意拖时间让大家打猴友宜 毕竟这波打猴公势中 民进党当然没错过 除了地方民代之外 整个行政机关和媒体侧翼也动起来 卫福单位一开始说 哎呀就是家长不信任新北市政府啊 那现在全台湾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医院 来验血液啊 验尿液 看有没有被喂食巴比托 但没过多久啊 马上改口 哎呀呀呀呀 是只有新北市的小朋友才可以验啊 民进党改口的理由是说怕避免恐慌 这不是鬼扯淡吗 他是不希望绿营执政县市恐慌 但希望新北市恐慌 这才是他的目的嘛 恐慌早就有了 就是民进党不断散播的 尤其绿营拿了个小朋友验到64开始说嘴 但没告诉大家 64的单位到底是多少 公斤和台晶能一样吗 摄氏和华氏温度能一样吗 如果是64毫克 那完蛋了 指数超标可能真的吃到奇怪东西 但如果是64耐克 依照科学标准 只要低于200耐克 就是阴性 你要超过200才是阳性 因为这些数字可能只是背景值 讲白了就是测不准嘛 但是民进党现在告诉大家 有数字肯定是有毒 要零减出 这下糟糕了 平白造成家长恐慌 那新北市政府和侯永仪呢 也不是省油的灯啦 也宣告了 那我们新北可以免费帮全台的儿童验 他意图也很明显 只要查到外县市也有孩童 有背景值差不多的数字 这件案子就可以收尾啦 所以要不要让全台小朋友宴 已经成为政治攻防 但是对社会整体不利 因为目前医疗量能紧缺 一堆家长跑去医院 我这个怎么裁剪啊 这个有没有问题啊 真的是超死医线医护人员 而民进党更可恶 就是刻意隐秘资讯 民进党一开始 不愿意公布相关学童 尿疫的测试结果 然后推托啦 说这个个资啊不公布 奇怪了 只公布检测阴性阳性 也不知道幼童是男是女 几岁啥名 哪来的隐私问题啊 因为检验的结果 不是民进党所希望看到的阳性 所以才故意不讲啊 就让大家猜来猜去 越猜越紧张 对新北市政府就越不满 过程中啊 过度给教保员污名化 好像搞了所有老师 都会给小朋友喂药 现在造成教保员大反弹 说以后取消对小朋友的一些服务 所以最后受伤害的 还是无辜的小朋友啊 日本福岛核事故处理水 有135万吨 即将在今年夏天奔向大海 日本人自己都看不下去 地方团体游行反对 韩国在业党党魁李在明 也发起2000人游行抗议反对 但反观民进党当然是不敢吭声 能混就混 这两年的说辞呢 是我们会组跨部会的小组 与日本严正交涉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也没看到什么小组成立 也没听到跟日本有什么交涉 只听到叫日本大哥哥 民进党成立的小组 根本就是诈骗集团 而且这个要求本身 就是一种退让 我会跟他交涉 跟我去跟他聊天 有什么差别 那难道民进党交涉 日本就不放水了吗 所以民进党宣传 没有啦 我们民进党还是要做事啦 我们做了四点 第一 掌握排放源头资讯 那到底是掌握了什么呢 就是日本政府说了什么 我们把它翻译到了中文 然后贴在台湾的网站上 第二点呢 叫强化辐射监测作为 怎么强化呢 从2017年到2022年底 民进党针对超过3000件的 鱼产样检测 发现没有辐射异常 废话 日本的水还没有排嘛 那你到底强化了啥 第三 建立海洋扩散评估模式 评估一旦日本排放水之后 海洋会变得怎么样 然后给决策机关参考 那最后决策机关 不抗议 全接受 那你评估了有啥用呢 第四点 建置资讯公开平台 翻译成大白话 就是把这四点说给你听 那你听完四点 会不会觉得都是废话 隔壁人家要放火 你不去阻止他 不去抗议他 就说我们拍下他放火的视频 给你看哦 在定期告诉你 他烧了多少东西 民进党的处理就是这样啊 套用民进党自己的说法 了不起 负责 但这里呢 要严格区分几件事情 首先呢 核电厂的处理水 经过过滤 净化 及科学检测 能够达到 饮用水的标准 但是 日本有没有严格经过这个程序处理 就是大问号 再者 你把这些水过滤净化 作为饮用水 那能不能让你排到大海 也是个大问号 不能一概而论 正确的主张要求应该是什么 就是水 最后安不安全 不能你说了算 不能对日本放水的事件放水 谁知道里面有没有混水摸鱼 理想上 应该要组成跨区合作的监管组织 比如和韩国和大陆 专家一同检查 韩国呢 上个月就派出了原能安全委员长 以及呢 和韩还有放射线等领域的专家 二十一人 搞了个视察团 然后就去看日本处理的如何 结果一查 震惊东亚 南韩考察团提报 这个所谓经过处理的核废水 检验出放射性的物质丝 浓度高出两万倍 而且用来过滤水的系统 九年故障八次 表示和日本官方说的很安全 一点都不同 理论上如果民进党趁此机会痛疲日本 要他反省不准排放 各地联合反对 会很有正当性 可惜啊 东亚地区出现个媚日的民进党 反正日本说啥就是啥 那为啥他有这种天生的媚日呢 就因为他要反对中国大陆 要搞台独所以就必须要亲近美国跟日本 那当然就会被日本捏着鼻子嘛 反核的民进党 就算水真的没问题 水安全 那你为啥日本人自己不喝 你自己不拿去灌溉稻田呢 你自己怎么不拿来洗澡呢 当时呢像安倍晋三不敢喝 我还笑他 你先喝 我OK 那如果真的要排放到大海的话 你对邻近的老百姓不用点表示吗 在外交上应该可以谈判 和交换一点什么东西吧 或者立个契约 一旦海洋周边聚落的社群 面临着健康或公共的一些卫生风险 威胁啊 日本政府你要负损害赔偿责任呢 结果民进党当然是 什么都不敢要求 什么都不敢主张 看到日本就下跪啊 报道报道 我们下次见